全新的电源 全新的电源 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这期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电汎保铭 故障带保铭叫一米的维修 我们先查查电源 大家可以看 它显示故障代码10 并且按键没反应 我们搜了一下故障代码10 表示传感器开路或者短路 传感器就是电汎保中间 这里有一个温度传感器 传感器直接传到电汎保 给电汎保一个温度的数据 中间就有连接线 这个线容易折断 断了就形成开路 所以就形成一零的故障 我们可以把这个 偷败的打开检查一下 大家可以看 这里有一条线断裂 看到了吗 这里 因为 这个盖子 长期这样折合 折合 就这样 所以这个线它非常容易折断 一旦折断 就会出现故障代码1米 也就是传感器故障 所以我们是需要把这个线给它接起来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好 转到它 这是舒博尔的 舒博尔布装代码是10 其他品 其他品还有故障代码 不一定是1米 可以是其他的 所以呢 我们出现故障代码的时候 可以在百度上收一下 基本上可以收得到 好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接好 不过 先试 我们来试一下 插上电源 插上电源 ok ok 标筒筷子 ok 它的故障代码就消失了 我刚才已经介绍了 由于它的长期折断 这个线比较容易断 这不是质量的问题 因为每一款 这种电源包啊 它的传感器线都收入 后面延伸到顶带 所以这个线 避免不了会折合 也避免不了会折断 所以 我们只需要把折断的线给接起来 用脚部包围一下就ok了 其实那就没有折断了 盖 盖上 好 这样 完工 受工 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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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